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教完基本的 就是根據不同的condition去設置統計分析的流程 那我們今天除了一個類別變相對連續變相之外 我們還要把一些其他部分在擴展完 並且在教大家怎麼使用套件 我們上個禮拜練習4的答案 反正今天如果要繼續的話也可以基於那個繼續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就是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 那有兩個方法可以做 那兩個方法分別是卡方檢定跟FisualExact Test 我們這不是上統計課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法案什麼條件要用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把它背起來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的關鍵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目標不是說要自動做表格嗎對不對 自動做表格你不可能每一個你自己去看做 這個要用什麼test這個要用什麼test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整個過程自動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我們現在要教這個自動化 它要怎麼去做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做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首先我們要做這個 呃 就是 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的統計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像Ttest或者是Arnova那樣子 直接對用X去預測Y 然後做這個Ttest類似這種函數 我們要先把它變成這個 列連表 它才有辦法做 這列連表啊 用我們桑捷克教到的table可以做到 好 table這個函數可以幫我們把兩個類別變相 好整理成類似這種格式 好這種格式就是說 欸這個 呃 0的有幾個 1的有幾個 然後012分別有幾個 這樣子 這是一個2乘3的一個table 那這個2乘3的table 它可以直接拿來做這個 呃就是 統計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好 那這個 欸注意我們的用法喔 欸這個 如果我們一次打兩個變相 像這樣的方式打 那它可以做出列連表之外 我直接把 data裡面的這兩個變相拿出來 直接給它下table指令 它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喔 好這兩種用法大家都必須要熟悉啦 因為這兩種用法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呃 舉例來說這個 呃有時候 使用者給你的這個 它的格式是 兩個分開的 那你就要用上面這種嘛 那如果它是給你一個大的dataset 那你就可以用下面這種 這樣可以嘛對不對 好 那卡房檢定怎麼做咧 直接對列連表 直接對列連表 進行這個 ki square test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result 這個result就是這個 欸卡房檢定的結果 那它的pValue要怎麼拿到咧 它有沒有人有印象的 要不要講一下 我要怎麼把那個0.8447拿到 沒有印象 好 ls這個函數 這 這個東西鐵定 你只要看到 你看到的東西你看不懂它是什麼 它就是s3class嘛對不對 那s3class我要叫裡面的東西 我用ls裡面看 看到裡面 它是有pValue的 所以它裡面的pValue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東西了對不對 好 當然啦 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可以試著把它抓到 好不好 好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叫expected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先記住喔 好不好 這個東西很特別好不好 expected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欸接著 Fature.txt怎麼做咧 欸怕 剛剛 開square test 改成Fature.txt 就可以做出來 一模一樣的結果了 同樣的 我可以找到裡面有一些東西 東西不太一樣 少了蠻多的對不對 但重點是有pValue 這就夠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事情啦 這個 卡方 我們 喔這個是叫出就是 叫出這個pValue 跟那個 其他東西的 這個方法這樣 好 我們現在來這個 講一下就是 我們 如何要決定 什麼時候要用卡方檢定 什麼時候要用 這個 這個 Fature.txt 它的邏輯這樣子啦 就是有80%的格子 期望值大於5 如果你 聽懂這句話的話 再加上 欸我們剛剛好像叫的出期望值欸 對不對 雖然我不知道它怎麼算的 欸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 做一個 開square test 拿到期望值之後 然後來檢定一下 它需不需要做Fature.txt 對不對 好不過啊 不過這個 不過這個 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 沒有辦法去學習說 那個東西怎麼算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很簡單的來學習一下 就是 這個 卡方檢定的期望值 我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它要怎麼算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呃 卡方檢定 它其實在檢定 我們用500出的table就好啦 這個是 這個是 呃 這是case好了 這個control 所以就叫做 askedivinectiv 那control 卡方檢定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它意思是說 如果 這個 這個檢測對這個case跟control沒有關係的話 它就是 actually 這個p p正 我們把它讓它寫正 然後它 什麼條件呢 case組 裡面 正的條 正的這個比例 case組裡面正的比例 就是這個比例啦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p1p2 那這個就是1-p1 1-p2 可以接受嗎 這樣的意思就是p1的意思 這樣可以齁 好 它等於 正然後control 就是control組裡面正的比例 就是p1等於p2 它如果認為p1等於p2的話 這個減盡要怎麼做勒 那既然他們兩個這個比例是一樣的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一個 這個general的p general的p 這個general的p就是 它們兩個加乘平均之後的結果嘛 然後這裡是 這裡是大N 好所以說啊 這個如果說 這個假設成立的話 那p1等於p2等於p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p1等於p2等於p 所以說這個大P要怎麼算呢 我們現在來給一個 給一個可以是abcd 四個格式 這裡是不是a加b 這裡是不是a加b 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那這裡是多少勒 這裡是c加d 那這裡是a加b加c加d 所以它的大P 是不是就等於 a加b 很像 a加b 除以a加b加c加d 這樣可以吧 這大P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好那case組的比例是多少呢 case組的比例就是a加c 這邊b加d 這邊b加d 好 case組的比例 px 這邊p正 它等於a加b加c加d分之a加c 好所以說假設 這個比例啊 這兩個比例是一樣的話 都等於它的比例 那這樣子的話 case組的人數 就應該是 這個 就應該是a加c 乘上 a加c 乘上 a加c 這是所有case組的人數嘛 對不對 在乘上這個的比例 這個比例是p加的比例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case組總人數嘛 對不對 那這個總人數 實際上是什麼勒 實際上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這兩個相乘 p加乘上px 好可是這樣子會多除一個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再乘上總人數 好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知道 我們如果可以先算出 p1 p2 p3 p4 然後這裡是n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算完的話 這一格就是 p1乘以p3 乘以n 這一格呢 p1 乘以p4 乘以n 好一直來推下去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我們要怎麼在r做這件事好不好 當然我們最後跟那個期望值 來做一個比較 看答案是不是一致了 好那我們首先 我們要先求到 marginal n1 marginal n1 就是我剛剛寫的這些ac a加c b加d 這些東西 好marginal n1 我要怎麼求咧 我們現在以 table1來做一個示範 marginal n1 首先我先把這個 我先repeat n2 兩次 這樣子我是不是得到一個 這個就是空的值 讓我填 然後接著呢 我把這個 table1裡面 屬於第1個 raw的 把它 把它的總數填到 marginal n1 這樣子我得到 marginal n1 是720 782 180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table的什麼數字 這是不是就是 這幾個加起來 這幾個加起來 好你可以加加看啦 答案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好不好 好那接著 我要求的 marginal n2 marginal n2 我們現在 直接複製貼上好了 marginal n2 好這個 這樣加起來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我們把 大N把它求出來 好這大N是 962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要怎麼求 這個 期望的table呢 期望的table 這樣看有點複雜啊 這是因為 我們用到一個 矩正的乘法 marginal n1 跟marginal n2 它如果 被變成這個格式的時候 它是不是變成 1乘以 3乘以 3乘以 2乘以1的 矩正乘上一個 1乘以3的矩正 它這兩個 乘起來的話 答案會長這樣 也就是 每一個格子 相對應的 就是 第一個乘第一個 第二個乘第一個 第二個乘第二個 以此類推下去 好了 除以N之後 就是我們的 期望的table 我們期望的table 算出來長這樣 這是完整的 程式碼過程對不對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剛剛我們result1裡面 是不是我們的 KiSquareTest的結果 KiSquareTest裡面 有個期望值的table 對不對 好答案一模一樣 一點都不少 這樣可以嗎 好那 你如果還是聽不懂 這個 呃就是 呃 期望值怎麼算的 也不重要啦 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這個 呃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重點是要 學習寫條件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否有80%的格子大於5 那我們就要去判斷這個 Expective Table 它大於5 那我們現在這個result 全部都是true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 去試試看 這個 把這些true全部加起來 跟它所有的總數 它相處的這個結果 是否大於80%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min result 這樣的結果 它是否大於80% 為什麼呢 因為true是1 boss是0 那如果它的min是1的話 就代表 它百分之百的格子 都是1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它出來是0.7呢 代表只有70%的格子是true 剩下是boss 這樣可以齁 可以接受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 現在這個case當然就是要用卡方檢定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 做一件事情 就是啊 請你製作一個函數 使用者給定兩個類別變相 那這兩個類別變相做 進去之後 你就判斷它的期望值 是否 先計算出它的期望值table 並且去判斷 這個期望值table 它是否有超過80%的格子大於5 如果是的話 就用卡方檢定 反之就用FacialExact Test 那如果你這一題很快就做完了 好不好 那你就把尚捷克的 把它整合進來 對不對 尚捷克那個練習室的部分把它整合進來 這樣你就可以 寫出一個all-in-one的model了 好 類別對連續還有類別對類別都可以做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 我們剛剛 我們data讀進來之後 我們整個流程是長這樣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根據我們這些語法 把它改成一個函數 好 我們要怎麼做咧 好 我們要怎麼做咧 在這裡 我們data讀進來之後 這是不是就是x 這是x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 x等於 y等於 y等於 y等於education 對不對 那並且 把x 放在這裡 y放在這裡 這種 這個簡單的技巧應該所有人都會嘛 對不對 好 這樣子下來的話 最後總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minredout 對吧 這個minredout 我們先把中間這個過程把它刪掉 好 這個minredout 它如果大於 它如果大於0.8的話 我們就是用 這個 呃 卡方檢定 除此之外我們就是用 feature.exe.test嘛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改啊 這個 if 這個東西 我們在寫這個之前 我們先 if大括號 else 大括號好了 好 if這個東西 它如果大於0.8 我們就使用卡方檢定 這個result 就等於 好 我們就可以等於這個 chisq.test table1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else的話呢 就是使用feature.exe.test嘛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把result printer出來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樣可以吧 這一題其實要改的地方沒有很多嘛 對不對 對於覺得 全部都會 但是又包不起來的來講 你可能需要的是這個過程這樣子 好 那我怎麼把這個東西打包起來勒 我只需要在這邊 m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好 小括號大括號 然後它輸入的參數是什麼呢 x跟y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把這整包 全部放上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 我們來試用一下我們的 我們來試用一下我們的這個 函數 我們先把它清空 全部執行完 可以按sauce就執行完了 現在是不是有my function跟data 兩個 一個函數一個data 我們現在my function 好 我們來看這個data裡面的 desease跟data裡面的 這個education 好 你出來是不是 是不是出來就有結果 那我們把education改成 我們把desease改成income 你看 他是不是 你看自由度變4了 這樣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不是 我們就是已經打包好的函數 非常方便 那我們怎麼跟上禮拜做整合呢 我們跟上禮拜做整合的話 我們重點就是 我們要判斷 如果這兩個都是類別變相 我們才要進入 我們才要進入這個分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函數裡面 我們要有一個很大的if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做什麼 else我們就發生什麼 if發生什麼事情咧 兩個都是類別變相 兩個都是類別變相 兩個都是類別變相的話 我們就執行這一串 else我們就執行別的 好 我們可以從上禮拜那邊貼啦 不過我們這裡就 我們這裡就直接在這裡做了 好 我們直接在這裡做的話 我們做的是什麼咧 首先我們先判斷 number of levels of x 跟number of levels of y x的話我們固定它類別變相嘛 因為如果是連續對連續 我們還沒有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檢測 y是否 是類別變相就好了 我們這裡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粗略的判斷就是 如果number of level of y 它小於等於10的話 小於10的話 我們就認為它類別變相 我們認為類別變相 不可能有超過10類 如果你這個10 這個threshold 你覺得10定的不好 你自己可以定大一點啦 好不好 那 那這個是隨便的啦 好不好 好 如果這樣我們就執行這個 類別變相的檢定 else呢我們就執行連續變相的檢定 連續變相的檢定 連續變相的檢定是不是在這裡 好 我們把readout把它弄出來 好 現在我們在按source 現在的my function被我改了 我們來做一次my function 剛剛再做一次my function income對education 做完 答案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開放檢定的結果 我們把y 從education 改成一句法 它是不是就給我們anova的結果 好 我們把incount 改成一個兩類的東西 Jour of disease 它是不是出來 就是一個t-test的結果 好 這樣可以啦 這樣可以 好 那 你可能會覺得我剛剛貼得非常快 但重點就是 你要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在寫ifelse的時候 就是你寫我們黑板上這個結構 if 你的條件是什麼 裡面要放什麼程式 然後這個 藍色的部分 通都是可以打包起來的 你可以在外面先寫好 再直接把它貼進去 這樣你就會覺得 你寫這種複雜的函數很簡單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貼過來 我們的my function 總共有100行的程式嘛 但是 其實這個 然後它總共涉及了7種test 7種檢定對不對 那7種檢定我們自動選擇 完全不需要做什麼條件判斷 好那 這個是我們實際使用的結果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 做一個這個 我們先 稍微講一下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 我們的其中作業了嘛 對不對 其中那個算 這就當其中考啦 好不好 那這個如果啊 你覺得這個 就是 這個其中的這個 呃作業 你想要把它擴展一點呢 而主要就是 再加上這個 就是 呃 卡房檢定跟 feature exact test的部分 好不好 然後並且 你可以用回圈把它弄成 欸 我給定多個 這個 多個左邊的這些變相 我就可以一路這樣往下 好 就是類似於你們上個禮拜看到 table maker的 的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我是 這個東西真的沒有非常難做到啦 好不好 我們 我們是 相信大家一定是可以做到了 好不好 那我們 然後我們 我是覺得 也不用大家每個人交一份啦 好不好 每個人交一份 那 你們就是複製貼上啊 對不對 找 當作我不知道啊 對不對 那 那個 頂多裡面改一切的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子啦 我們的其中 基本上就是 大家 就是自由組隊 好不好 比如說這個 柯屁曹 比較 只想跟簡思豪在一起 那你們兩個就一對 對不對 或者說 柯屁曹覺得 不想跟簡思豪在一起 不想跟他正分數 這樣子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就可以自己一個人加 好 那這個 不限人數啦 那但是 就是 交上來的時候 大家要分別說明哪部分 誰負責的 對不對 欸 你說誰負責的 我們現場會看喔 我們現場會問你喔 你是你負責的 是不是你寫的 這件事情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好不好 我會稍微問一下 好就這個樣子 啊 那個負責的少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但是我希望大家 就是在一個座椅裡面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負責貢獻 你們全班都交一份也沒有關係啊 好不好 但是就是 大家這個分別 切割 你不能說 我負責的工作就是掛名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等一下那個我們那個 一個程式嘛 這樣下來 200行對不對 我說這個部分誰寫的 可能是 柯屁曹徽達 這部分誰寫的 可能是柯屁曹徽達 有些人就是 每個部分都不是他寫的 這樣我們就會覺得 比較奇怪一點好不好 好 就這個樣子 好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節的部分好不好 這個第二節的部分啊 這個 相關性 我先講一下就是 這個負責齁 沒有說這個 只要一個程式碼 這個200行對不對 那個 只要都有貢獻就好啦 好不好 那個負責100行的 跟負責兩行的 那個分數是一樣的 好不好 這個就是 單純只是 希望大家參與啦 好不好 那個 好那 我們來交一下這個 相關性好不好 這個 相關性啊 就是 唉唷在問組隊喔 不用現在 不用現在去問嘛 對不對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性啊 就是我們已經交了 類別對類別 還有類別對連續 那連續對連續 還沒有做嘛 對不對 連續對連續 我們只有相關系數 可以做檢測 相關系數有兩個 一個是 Person Correlation 一個是 Spearman Correlation Spearman Correlation 就是當樣本不夠的時候用的 那我們樣本一樣用25張切點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做 Correlation 來 非常簡單 Data讀進來了以後 欸 Correlation.txt 把兩個 變相丟進來 並且 method指定為Person 你做的就是 Person Correlation 他們兩個相關系數是 0.86 那如果呢 你把 method改成 Spearman 就這樣而已 把Person改成Spearman 你的結果啊 就是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這樣可以吧 那他的相關系數是 0.85 好 我要怎麼把相關系數拿出來呢 很簡單嘛 欸 LS 這 一看就覺得像 S3 class嘛 對不對 LS裡面你就可以找到PValue 那我們可以透過前號的鎖影 就可以把PValue給弄出來 好這樣可以吧 好你會說 PValue怎麼會是0呢 很小很小 這樣可以吧 就小到 那個 甚至就是 呃就是 就是 就是 比這個 就是沒有辦法顯示出來啦 所以就是很小很小 不太小是0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練習2 練習2 我希望大家 這一題喔 我希望大家都要做出來好不好 你這一題都 完全 這一題我們一定等到大家都做出來啦 好不好 這一題要做什麼勒 欸 請你輸入兩個等長的連續變量做減定 就輸入一個X跟一個Y 然後你去判斷啊 這個 SampleSize是否小於25 如果是小於25的話 如果小於25 我就使用 PierceM correlation 如果大25 我就使用 這個應該是非常簡單的一題吧 對不對 我們希望大家都要做出來啊 一樣 請你先把 if跟else的這個結構先寫好 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X跟Y的這個 範例都已經寫好 這一題應該是大家都要做出來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 呃15分鐘的時間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保證都做出來 好我們開放大家練習 好這一題 關鍵就是 首先我們要 先確定兩 兩變相等長嘛 對不對 等長很多人就是 呃 我們看不只一個人就是 去先做這個factor 再Levels 再看長度啊 這個是看類別變相的類別數啊 這不是看長度 這不是看長度 看長度直接Length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被制約了 沒有關係 所以說 你就是先去判斷 X跟Y是否等長 一樣我們在這裡 X等於這個 Y等於 DVP 呃SVP 怎麼看他們兩個是否等長呢 一樣Length X 跟 是不是等於Length Y就好啦 好我們可以把 if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好然後我們把這一串把它放上來 這樣子就是要做嘛 對吧 就是要做 對吧 阿這要做怎麼去判斷 他的長度是否大於25咧 欸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是這樣子 因為他兩個既然等長 我就只要檢查一個嘛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檢查 if if 這個大於25 大括號 else 我就要做什麼對不對 好 可是這樣子其實是有問題的 我有什麼問題咧 那如果中間有NA 很多NA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沒有辦法 是不是我就 我實際上就沒有這個 就是我就 實際上樣本數沒有到25 但是可能因為我把NA統計進去了 所以就超過25 所以阿你要做的應該是去統計 兩者都沒有NA x 如果我們用is.na 這個函數 問他x true的就是 true的就是這個 就是 NA嘛對不對 如果我們給他金燈號 是不是true的就是 這個沒有NA的 我們應該要 他交集 沒有NA y也沒有NA x沒有NA y也沒有NA 然後這樣子 true就是1 對不對 true就是代表就是 呃 有兩個node對吧 然後force 就代表其中至少有一個沒有對吧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字阿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我們是不是就會得到 同時都有的 總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判斷 他是否大於25 是的話 我們就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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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rsonCollection 好然後在這裡 我們都是 好假如他都Read到3的話 我們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Read到3 給print出來 這樣可以吧 else 如果他們兩個不等長 我們就要講話 cat XX 我現在懶得打字了好不好 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 誒 rong 他是不是就會給我一個答案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包起來 my function 欸幾個 喔打錯了 然後把這一串全部把它包起來 放進來 這太多enter了 我們把它刪掉 好這樣子我們一樣清空 然後這裡刪掉 再source一次 好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判斷 my function 這個 data裡面的 egfr data裡面的 svp 好他是不是就會做出來了 啊我們把svp改dvp 好是不是就 會 欸 喔這裡這裡我沒有改 這裡要x跟y 我想說怎麼做出來答案都一樣 這裡要改x跟y 來 好再一次 好這樣結果就會有點不一樣啦 這樣可以吧 好 這樣應該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嘛對不對 好 好 好那我們啊今天就是上到這裡為止齁 我們已經把基本的統計分析的九個方法都已經講完了 啊這九個方法哈 總共就是欸 這九個方法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就可以使用嘛對不對 好那 欸這個 至於這九個方法詳細的細節怎麼算啊什麼的 反正李美學老師會教嗎 我們就不教了 好我們現在要教一些李美學老師不會教的東西啦 好不好 那這個方法 這個有點難 我們也沒有要求大家怎麼算出來啦好不好 因為 李美學老師沒有教的東西大部分就是 你們不太需要知道而且比較難的部分 也就是說啊 我們現在要做相關技術的時候啊 我們都是連續對連續對不對 欸如果有類別變相我可會做相關技術啊 你們有沒有看過類別變相的相關技術啊 好你們也許有也許沒有啊對不對 但是重點就是 有這個東西 有的確是有類別變相的相關技術 但類別變相要做相關技術 絕對不是 直接用Peerson correlation直接做 好不好 直接用Peerson correlation做那顯然是有問題的 對不對 那所以咧 如果你要做類別變相的相關技術 有一個很特別的相關技術叫做 呃 Polychoric Correlation 那這個Polychoric Correlation要怎麼做啊 要怎麼做 我們不會算嘛對不對 我們根本連學都沒有學過 欸大家注意一下喔 以後你們大家都是這個 你們數字班學生 常常報Paper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分析方法裡面 有你看不懂的東西 你們在你們現在這個階段 看不懂是很正常的事好不好 這個我在我以前也經歷過這個階段 Paper總是看個十篇總是會有一兩篇 那個分析方法在寫什麼 我就是沒教過嘛對不對 沒教過你怎麼學咧 欸你可以這樣打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沒教過你要怎麼學習 第一個學習它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是如果我要用它分析的時候我要怎麼做 對不對來 Polychoric Correlation 請你直接啊把你的統計方法輸入上來 然後Google 然後直接檔R 好你看到了 如果你看到這個 欸 Package 你看不懂是什麼嗎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來教你怎麼使用它好不好 什麼意思咧 就是 如果以後你看到你有不懂的統計方法 這個名字你看都沒看過 你就試著 打它然後再控格R 那因為大部分的 統計方法R裡面都有 只是不見得是內建的函數而已 我們可以下載一些額外的函數庫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 好那我們今天啊這個 打R之後啊重點是 還有個Package 這個Package在R裡面啊 外部的函數庫 我們叫Package 也可以叫套件 好不好 如果 你內建的函數大概就那幾個函數啦 包括我們的核心函數幾嗎 對不對 還有一些 還有蠻多的啦 不過 大概不超過 應該不超過500 500個可能你已經覺得很多啦 但是還是非常多功能沒有用 尤其是某某人研發的統計方法 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內建在裡面呢 對不對 好所以說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下載Package 那Package怎麼下載呢 我現在看到 欸 這個R裡面 如果要做Poly-Cory-Collation 我需要下載一個套件 叫做Poly-COR Poly-COR我要怎麼下載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下載啊 來 請你 打開你的RStudio 然後在這裡右下角是不是有 File Plot 然後Package Help Viewer 點下Package這個分頁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Install Install 就是安裝的意思 請你按下它 在這裡打下你要安裝的 Library名稱 好Polys 按下Install 就可以開始安裝了好不好 那我們安裝完 我們怎麼確定我們安裝成功呢 請你打下Library 剛剛的函數名稱 如果它沒有任何警告 那就代表你安裝成功了 不然我現在隨便打一個名字 它就告訴我 There is no package Core Core的這個XX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現在先把螢幕放回去 請大家先下載這個Package 好不好 好那你下載這個套件了以後啊 你可以Library 知道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未來你要運用任何Library 只要是外部的套件 你的語法的最開始 就是你打開R之後 首先你要Library 才可以使用它 不是你下載了就沒事了 這個為什麼要有這個程序呢 大家有沒有打開過SPS 大家要花幾秒 有沒有感覺 很多秒 很多秒 對不對 打開R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快 主要就是因為 你是不是預先載入全部套件啊 如果你打開R你要預先載入幾百MB的套件 那當然也是會很久 所以 大家都知道你要用的時候再載入它 好那這次 所有套件 都會有字式說明書 這裡就是函數 然後這裡 就是函數的說明 這個函數的說明 其實按HELP的 HELP那個函數的名字 他一樣也會出現 好那我們就是在講說 那我們顯然我們就是要做PolyCorelation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套件說明 ComputeCoreclical 跟PolyCorelation 這個Corelation 然後 這個 講了半天之後 重點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函數 哪個函數的資源嘛 你再稍微看一下名字 你大概可以看出 第四頁這個函數 PolyCorelation ComputeCoreclical Corelation And its standard error Between two ordinal variables 巴拉巴拉巴拉 總之就是這個了嘛對不對 輸入X跟Y 好這樣你就可以算出來了 好但是啊這個東西 你現在乍看之下 你還是看不出來 你要怎麼用它嘛對不對 我們要怎麼看呢 在下面會有 Examples Examples這裡 你就是全部複製貼上 你一定是可以跑出東西的 我們試一下全部複製貼上 好 雖然我看不懂他在做什麼 但是總是有跑出東西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們再一行一行 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Examples 一行一行這樣做出來之後 好這是剛剛Examples所有的Core 對吧 我們來看他在做什麼 來 首先他先Set Seed 這一行我們現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嘛對不對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就一樣 Help 好 Set Seed 是什麼勒 Set Seed 是看起來是 Render Number Generation 就是隨機數的一個序列啦 好我們大概直接跟你講答案啦好不好 他是啊 我們等一下生成隨機數的時候 我們希望啊我們生成的隨機數是這個 是以後生成的數列是固定的 這樣我就可以repeat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 所以這個隨機 隨機設立一個種子啊 好那我們啊 產生一筆Data 這個Data 他的Collection 是 他是 他的 他輸入的這個Collection啊 是這個 呃 這個Data有兩個Collection 這兩個Collection 分別是這個 呃 乱數1跟乱數2 那我們直接 把第一個Collection 當作X 第二個Collection 當作Y 我們計算出來的Collection 是0.526 好他想表達就是這件事嘛 這個Collection 是標準的Collection函數對吧 是PearsonCollection的函數 如果你看註覺的話 他會寫說 這是SampleCollection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接著咧 我們要做什麼咧 我們把我們的X啊 用Cut這個函數 把它分解成 大於0.75 跟小於0.75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X Table 他現在是不是被我們 分割成的類別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是區間符號 負無限大到0.75之間 0.75到正無限大之間 這樣可以吧 所以總共被有切割成的類別相 我們的Y 他把它切割成了 好這個Y 他被切割成了什麼咧 Table 負無限大到負一之間 負一到0.5之間 0.5到1.5 1.5以上 這樣可以吧 好那如果我們用Table XY 欸這其實就是一個 標準的列連表對吧 好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我用Polychoric Correlation 可以他X對Y做相關系數 做下去之後你發現什麼咧 欸靠 剛剛 我的XY的相關系數 如果我們這樣產生出來 他是0.526對不對 我把它類別化之後 我把它類別化之後 我再用Polychoric Correlation 居然可以做出跟他一模一樣的結果 神奇吧 而且我更神奇的事情是 如果 現在這個X 如果我把它 我直接做Correlation S 我把它變成整數碼對不對 它做出來是0.36 好這個是什麼意思咧 這個如果 我把一個東西啊 原來是 原來是兩個連續變相 這個X 它本來是一個連續變相 Y本來是一個連續變相 對吧 然後我 把它類別化之後 XCut YCut 等於 1 0 1 0 好這樣子 結果啊 我用Polychoric Correlation 我用Polychoric Correlation 對這個東西做 做出來的結果 居然跟原始的變相 做 PSM Correlation 答案幾乎是一樣的 這樣通過的意思了嗎 好 至於細節 它怎麼做到的 這件事情喔 它怎麼做到的 我們在這邊先不教啦 好不好 這個 有興趣的留下來只要問我 好不好 我保證跟你們講我是會的 只是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這樣子 浪費那麼多時間教啦 好不好 好那如果我想要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怎麼做咧 我們需要 給它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 等於True 這樣子我們才能得到它的 這個Standard deviation 好不好 跟它的PValue 好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就是下額外的參數嘛 在這裡 這個 ML等於True Standard Arrow等於True 這樣它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一個S3 class S3 class 就可以把它的 這個PValue給叫出來嘛 這樣可以吧 好 它的原理呢 它的原理 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樣子 它透過類別變相的 這個格子的分布 去模擬原始數據 模擬原始數據 假設它兩個是連續變相的分布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猜出怎麼樣的 相關係數 可以切出這個樣子 可以切出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它在模擬這件事情喔 所以說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的 Assuntion是什麼 Polycory Collation 是假設原來有兩個連續變相 並且服從 二元常態分布 好那 定了切點之後 我們可以用切點 回推兩個原始連續變相 它的Collation 是多少 好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你們在未來會學到非常多 用Collation做的統計方法 遇到類別變相怎麼處理 就是用Polycory Collation 不過這個有點複雜 你們必須學到高統的時候 才會遇到 好不好 這個高等生物統計 好那這個 好那這樣 你已經非常清楚 這個函數要怎麼使用了 對不對 好那 並且啊 除了Polycory Collation以外 這個我們直接把這個 我們直接把這樣的一個 Polycory Collation 我們直接把它用在我們Data 我們的Data 我們的Data是Desease跟Diabetes 分別是類別變相嘛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相關系數 這樣可以吧 好那接著我們的 這個 這個另外這個是 連續變相對類別變相的一個 這個相關系數 那同樣的它也可以做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要怎麼把它PValue 抓出來呢 你需要下額外的指令 StandardArrow等的True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StandardArrow 那然後你可以 LS REDALT7 你就會看到它有一些information 同樣的 這個REDALT8 這樣子 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 就是連續對類別變相的 這個Collation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計算它的PValue咧 大家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直接LS的發現 你裡面是沒有PValue的對吧 所以我們必須 經過一些計算 怎麼計算呢 如果是Poly-Cory-Correlation的話 你需要把它的RAW 去除以它的 去除以它的Variance的SQRT 就是除以它的StandardArrow 除完之後這是Z值 Z值平方變卡方值 卡方值對自由度等於1 你就可以得到 卡方值的自由度等於1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PValue 這就是最後 這個東西的PValue 這樣可以嗎 欸過程 沒有那麼重要啊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 這個它的PValue這樣算出來了 好那同樣的這個 如果是 直接是 類別對連續的這個 PValue要怎麼求咧 你直接把它的卡方值跟它的自由度 把它丟到 PX2裡面 你得到的就是它的 PValue了 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PX2是指說 類似於我們查表這個函數 查卡方值等於多少 自由度等於多少的時候 它的PValue是多少 這個PX2就是 查表函數 好這些東西你都學會了以後 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熟悉啊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相關系數分析 把這樣的一個東西把它做出來好不好 也就是說 如果 欸使用者 丟給你兩個變相 你先判斷它 兩個是不是都連續變相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判斷 欸它有幾種狀況嘛 要嘛就是 欸X跟Y X是連續 Y是連續就用 PSM correlation 跟SPMN correlation對吧 那如果X是類別 Y是連續 你就用這個Poly Serial correlation 欸X是連續 Y是類別 那也是用Poly Serial correlation X跟Y都是類別 就使用Poly Colic correlation 這樣可以吧 輸出三個資訊 分哪三個呢 相關系數PValue 還有用什麼方法 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答案 好練習3 如果你做出來的話 請你做練習4 進階挑戰 進階挑戰是 我今天一次給你10個變相 一次給你10個變相 有些連續有些類別 那請你自行判斷 什麼時候 請你做出一個相關系數矩陣 這個相關系數矩陣是 如果這次連續這類別 你就用相對應的相關系數方法 這樣可以吧 然後把這些相關系數方法弄好之後 右上方 欸你可以填入這個PValue 左下方填入這個Corelation 好如果你做不出來的話 反正後面都有答案啦好不好 我們主要以練習3為主 練習3一定要做出來好不好 那我們給大家10分鐘的時間做練習 好我們這一題要怎麼做的話 關鍵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判斷 X跟Y是不是類別變相嘛對不對 那我們 剛剛是怎麼去判斷XY的類別變相 我們是不是用 欸這個 X跟Y的類別數 是不是小於10來判斷 對吧可以接受嗎 所以啊我們可以去前面 我們可以去前面來這裡抄一下這個 這 欸這裡這個判斷式 這樣可以吧 我們可以先來這個 呃來看一下 這個X啊它等於 DATA裡面的 EGFR Y等於 DATA裡面的 好SBP先做好了 然後我們首先先去判斷 X跟Y的這個類別數嘛對不對 好接著呢 我們X跟Y的類別數 我們是不是可以 IF 這個東西它小於 10 同時這個東西它小於10 好這裡要X要給人Y 這樣子的話我們要做的是不是就是 這個 類別變相 的分析 這樣可以吧 好 ELSE ELSE我們就是做其他的嘛對不對 類別對類別 類別對類別我們要做什麼咧 類別對類別我們是不是就是做Poly-Cory-Collection X 我們用REDALT7這裡好了 X Y 來 好那這個REDALT7我們要怎麼求得PValue咧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啊 他REDALT7裡面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等於PValue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現在故意把這兩個換成類變相DESSE DES DES 好我們現在來做一下 我們後面 我們來做一下這一串 做完的話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個PValue 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那還有這個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這個RAW對不對 這個RAW是 好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相關係數對嗎 可以接受嗎 然後我們用什麼方法咧 我們用 METH的這個我們就等於Poly 好這樣是不是就代表我們用了這個方法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那 如果ELSE的話我們是不是就要再判斷一下 那這個兩個是不是都連續 如果這兩個都連續 if n.levels.x大於10 同10 Y也大於10 那這樣子我要用的是不是就是 這個 PSM Correlation 跟Spearman Correlation 那我們可以去前面練習二的答案來貼一下 練習二的答案是不是在這邊來貼一下 好這樣子的話 好這樣子的話那我們現在來走這條路的話 我們這邊改了EGFR 跟SBP 跟SBP 好這樣子的話我們的result 我們result裡面是不是 就有我們的這個 呃我們的這個 PValue 然後我們把名字命成一樣 這樣等一下print出來比較簡單 PValue等於這一個 那METH的呢 METH的 欸這兩個METH的不一樣喔 METH等於 Person METH等於Spearman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METH是不是在這裡就決定了 那我們的Raw是多少呢 他裡面沒有辦法直接做出Raw 應該是估計吧 好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答案嘛對不對 好 這樣是不是 這個方法我們也確定了 好接下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比較複雜 一個類別一個連續的對不對 if n.levels.x 他如果大於 他如果是小於10 那代表 x是類別變相嘛對不對 ls代表 y是類別變相嘛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result 8 就要做一個順序上的調換 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x是連續變相的話 x就要擺在 後面 y就要擺在前面對吧 那 接著 在這裡的話 x就要擺在這裡 y就要擺在這裡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們result 8 要怎麼求PValue呢 是不是這樣子來求PValue PVal 等於這樣 好那我們 為了要 簡單 我們來測試的話 我們一樣把這個svp感 全部執行 這樣我們是不是獲得result 8 result 8裡面 我們這個就可以執行出PValue 這個PValue 是不是我們要的答案 那我們的PValue 我們的raw是多少 result 8裡面的 raw 這樣可以吧 那 method的呢 好 最後這樣子我們如果把 我們如果把這個結果 我們是不是就是 raw PValue跟 method 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了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這個list raw raw pValue method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回傳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接著把myfunction myfunction xy 這個c跟n又打錯啦 好我們來試一下 myfunction這個函數 myfunction egfr desease 他是不是告訴我 欸他的三個數值 對吧 好那我們故意把 我們故意把egfr 換成 這個 就來說這個dibetis 好是不是 就變polycorrelation了 那我們把這裡改成 sbp 欸他 你看他自動就交換了順序對不對 那我們把這個 再改成egfr 他是不是就用psncorrelation 好這樣我是不是就把 所有的情境都做好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練習3他就是要做這件事 練習4就是 好好的利用這個函數 好好的利用這個函數 你把回圈拔做出來 就是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就我們這邊就請你自己回去自己試了 好不好 好所以今天我們做了什麼事情呢 今天我們主要啊 就是學習了 如何使用 如何使用這個 呃就是 欸就是 套件 這件事是我們今天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同時我們應該要更熟練的這個 if else的這個判斷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些東西很困難的話 還會建議你要好好練習一下 這樣你才有可能把大函數 那個整個函數的結構 把它做好 好那我們來這個 我們來這個 就是 就是 等於說 欸 最後我們就等於說大家最後組個隊 然後來交個其中作業嘛 好不好 其中報告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欸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那